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7月8日出席20國集團外長會期間 和澳洲外長王英賢會面 期間王毅提出收復中澳關係的四項要求 分別是 1.要堅持視中國為夥伴而不是對手 2.要堅持求同傳義的相處之道 3.要堅持不針對都不受制於第三方 4.要堅持構建積極務實社會民意基礎 澳洲總理亞爾巴內塞11號表示 澳洲不會回應這些要求 並會繼續按置新的國家利益行事 亞爾巴內塞形容王毅和王英賢會面 是具建設性的一步 但澳洲在任何有爭議的問題上 都沒有改變立場 他知道澳洲將繼續保持建設性